笔卦和诗卦互为宗卦 我们常说笔灵而居 笔就是亲笔追随的意思 那么笔卦告诉我们 应该亲笔追随什么样的人呢 为什么孔子说 君子周而不笔 小人笔而不周 笔卦和诗卦都有侃 这提醒了我们什么呢 一个团结一致的团队中 出现不同的声音是好事还是患事呢 台湾师范大学孙世强教授 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易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经理和谐》 人与人 比来比去好不好 我相信 我们听了很多《易经》的道理以后 我们不敢说好 也不敢说不好 为什么呢 比来比去有什么不对 你比来比去才知道自己 有什么缺点 然后可以改善 但是人比人 为什么气死人呢 它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们该比的不比 不该比的偏偏要去比 就错在这里而已 我们现在比什么 比衣服 什么名牌 比车子 比房子 比官位 比财富 那当然越比越气 其实人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比 其他都没有必要比 什么应该比 就是平德修养 以后看人要看他平德修养好不好 把他当一面镜子 如果他不如我的 我也不能笑他 我要加强自己 做榜样给他看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他 但是他自己会向我取经 向我做参考 那他得到我们都很高兴 这个我不是指我这个人 而是指每一个人 如果说他的道德比我好 那我更要自己反省自己 到底我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够 我要加紧 以他为模范 向他看齐 这样就没事了 该比的才要比 不该比的千万不要比 比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比来比去 看哪一个值得我学习的 我就向他亲闭 亲闭的意思就是说 我跟着他 我追随他 这才是比卦的争议 我们先看比卦的像 下面是坤 上面是坎 大家马上就知道了 他跟丝卦刚好是颠倒的 丝卦是坤在上 坎在下 所以丝卦跟壁卦 他是想中 大家可以看到 不管是丝卦也好 不管是壁卦也好 他都是五个阴瑶 只有一个阳瑶 平常阳瑶在上 就是全民一致勇富 一个领袖 打仗的时候 阳瑶在下 就是全国都支持那个出去打仗的将军 这表示什么 表示义经所讲的都没有权力义务 都不是权力义务 而是责任 打仗的时候 将军负最大的责任 成败就在你身上 但是平时呢 我们会把责任放在最高的领导身上 加强他的责任 孔子在为政篇 论语为政篇 讲得非常清楚 这句话完全在讲壁卦 与诗卦互为宗卦的比卦 向我们产世了比的争议 那就是我们要亲笔 追随那些有道德 有修养的人 孔子曰 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么 比和周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大家应该想想 什么叫做比 什么叫做周 这两个字是同样意思 就是亲父的意思 就是同心的意思 我们今天叫做同心协定 他同心协定有个中心人物 君子在义经里面 就是那个阳瑶 那个阳瑶就叫君子 其他五个阳瑶通通是小人 当君子的人 他要周到的去照顾所有的人 不要老想着要人家来亲笔女 你不可以说来 大家团结在我的周围 统统听我的命令 统统拥戴我 这是笑话 你照顾人家 人家自然的就会拥戴你 这个就叫做周而不比 可是小人 小人很有意思 小人你有什么能力去照顾别人 那你就找到一个 我可以追随的 我可以亲笔的对象 我以他为主 所以名不可多主 名只能有一主 古代人老告诉我们 天无二日 人无二主 你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只有一组 全挂只有一个组 就是九五一 其他全都是阴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 他的挂词是什么 很简单 第一句话叫做 必 鸡 你看一开始就告诉你 人与人一定要过群居的生活 因为人是群居的动物 人既然要群居 他就必须要团结 他必须要有一个人当领导 但是这个领导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好好去找 找对人的 你以他为中心 大家团结一致 居然就吉祥 原是 原的意思 是推求 是的意思 是判断 就是说我们来推求 哪一个人 够高明 心胸够宽广 有人词的修养 能照顾大家 我们就把它推出来 所以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只有推举 我们从来没有选举 这个希望大家好好想一想 推是什么 大家都认他好把他推出来 选是 我拼命鼓吹我自己 我就是比他行 你去看看外国很多的竞选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自吹自擂 然后人家把他骂得不像样子 我们一定要记住 人是要别人来认识你 要别人来肯定你 要别人来推举你 你才有价值 自己要求 自己拜托选民投过一票 价值在哪里 然后我们判断好了 这个人 值得我们把他推出来 当领袖 我们就要 以他为亲笔的对象 这个叫什么 良情 择目而期 贤臣 择主而是 你看诸葛亮 选择选了半天 选了十几年 才选给刘备 所以尽管刘备有时候 忘记的他是谁 他也很客气 因为我既然把你当作 我亲笔的对象 那我就为七点有所谓 良情 择目而期 贤臣 择主而是 作为被亲笔的对象 需要有人词的修养 宽广的胸怀 和高明的智慧 能够周到地照顾大家 同时 还需要做到 袁永真 那么什么是袁永真 我们又如何做到 袁永真呢 袁永真 袁是什么意思 袁就是大度量 一个人要有大度量 人家才会拿你当亲笔的对象 永呢 就是永久 永恒 不能说我今天大度量 明天开始就很小气 我明天 今天照顾别人 明天选过了 我就不管了 一个人 有大度量 而且能够长此地保持 再加上 他有合理的操守 这就是袁永真 然后我们呢 就以他为亲笔的对象 我们团结起来 大家拥护他 这样子的话 就无咎了 下面还有两句话 很有意思的 叫做什么 不令方来 后夫兄 谁来亲笔你 那个很安逸的 生活过得很舒服的 他有必要来亲笔你呢 都没有必要 所以不能说 好的人才来 好的人才来 其实是不安宁的人才会来的 你看那些到都市里面去打工的人 差不多都是不令方来的 所以为什么当老板要去照顾这些从农村来的员工 因为他是在家里 生活过得不好 不安宁 他才会投奔你来的 他在家里过得好他就不来了 为什么这几年会出现缺工呢 就是农村慢慢改变了 他安宁了 他根本不来 找不到工作室 您工厂的事情 老板要知道 人家到你这里来做你的员工 当然不能说不得已 只是他是不令方来 你要好好照顾他 让他安宁 这是你的责任 后夫兄是什么意思 后夫兄就是说 你如果来得晚 你就没有机会 还有一种解释 就是说大家一起来 也把你挤爆了 也把你搞垮了 你看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 那是我们自己的土地 那你能不能说全国的人 爱去香港就去 恐怕也不行 一去就把香港挤爆了 像这些都是从意境里面 可以得到的启发 你一定要管控 你不要说香港 深圳特区也是要管控 不是随便人可以进来的 一进来就把你挤爆了 所以后夫兄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说来得慢的人 你倒霉 一种是说后面人都记来了 那你也倒霉 炭词是来解释挂词的 他怎么说 还是一样的 笔或者念笔 积也笔就是吉祥的意思 币又是负的意思 负是什么 辅助的意思 就是彼此帮忙的意思 古代五家叫做一笔 所以我们现在说 邻居就是笔林而居 就是我们同一笔 我们的家靠得很近 就叫笔林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守望相助 其实守望相助 全世界都很重视 你到美国去看 美国一个社区 一个社区 它是故意让你不相通的 不像我们这里说 道路是通报答 他没有 他会告诉你 结底进去以后 你绕一个圈 你还能够出来 你要到别的地方去 是走不通的 所以你进去的时候 你看没有人 对不对 我告诉你 那个家里面 窗户里面 玻璃里面 多少只眼睛都看到你 那就叫守望相助 你看不到里面有人 但里面的人 就开始注意的 你不是我们这个社区的人 你干嘛跑我们这来 这就是笔的原理 我们通常所说的邻居 就是笔林而居的意思 笔林而居 为的是能够守望相助 这反映了笔挂中的 辅助的内涵 一个人要别人来亲笔 他就要很久地保持 高尚的道德和美好的修养 而一个人要亲笔别人 又需要什么条件呢 笔他所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下顺从严 就是下面这些人 你既然选定了 你要去亲笔的对象 你就要心甘情愿了 你就要诚心诚意地去顺从他 我想这是有条件的 我们从来没有告诉你 你要盲目地顺从你的老板 从来没有 因为我们刚刚才讲过 你要慎选你的老板 如果这个老板 是值得你追随的 值得你学习的 那你当然要顺从他 你不能说 我又要来你这个工作 我又不听你的话 哪这个不像话 我们要选的 是我跟这个老板 我能不能学习 我能不能品德提高 这样就对了 这样你就懂得什么 叫做比的嘛 可惜现在很多年前人 他也不懂这个 他也不知道要这样去写 袁氏 袁永珍 吴秋 这什么意思 这都在讲 刚中这个谣 笔卦里面 它九五就是刚中 以阳谣居阳位 你要人家亲笔你 你要做人家的典范 你就必须什么 必须很干酱 然后你很持久 所以一定是羊居羊位 而且你本身修养又很好 这样叫做刚中 不令方来上下应也 不令方来是指什么 指九五跟六二 九五是上挂的中摇 六二是下挂的中摇 他们彼此一阴一阳 正好相应 就是有吸引力 异信相惜 所以你做得很好 他正好又不安宁 如果你表现得很好 他自己也很安宁 他不一定来 你也不必勉强他来 为什么所有人都要亲笔在你身边 有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我们要去照顾那些不安宁的人 让他安了 所以叫做既来者者安子 既来者者安子 就是说他本来是不安才来的 那来以后你就不要恐吓他 不要增加到他麻烦 不要让他感觉更不安 所以你就要安安他 后夫兄 为什么会后夫兄呢 因为其道穷也 因为壁挂来到上六这一窑 他是整个的都要完成 那完成不是很好吗 没有 易军真是了不起 他提醒我们 大家团结一致 大家精诚 同心 协力 好不好 也是 适可而止 实度才好 过分了就不好 连这个过分都不好吗 一挂着幻词告诉我们 当我们选中了亲笔的对象 就要诚心诚意地去顺从 而作为被亲笔的对象 就要做好典范 照顾周到 从而是前来亲笔追随的人们团结一致 同心协力 然而这种团结一致 同心协力也需要适可而止 这又是为什么呢 大家谈一致 慢慢就没有是非的 反正上面讲的都对 那他就觉得既然大家这么拥护我 他就慢慢放松自己 他就慢慢不那么谨称 然后他就 爱讲什么就讲什么 就完蛋了 因为大家一看 整个这个笔挂 你把上六去掉 你只看下面五窑 你会发现 那是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挂项 那就想拨挂 就是整个都要薄落掉了 都要薄落掉了 一切以你为主 你就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以后 你去放松 放松就会放松 一旦放松就糟糕了 本来很好的 也会乱讲话 本来很简称的 也会突然间一下子 好像照顾不了了 受害的是谁 是整体 所以比道也会穷 不要过分 因此一个团体 不要弄到一点反对的声音都没 你看开会 如果一致通过 我们就要特别小心 为什么会一直通过呢 连一点点小意见都没有 要么就是我太霸道了 要么就是的确这个东西 全民一致都认为很好 要么就是有意见都不敢讲 都有可能 那我就要仔细去抓摸抓摸 全体一致通过 如果的确这件事情 是非常好的 那没有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真的是大度量的话 我们要保留5%的杂音 一家公司 有5%的那种不同的声音 其实对总经理是最好的 因为你每次要讲什么话 你都会想到 那几个人会有意见 所以我在斟酌斟酌 他们的意见到底是怎么样 你就会很谨慎 他们等于不另外领工资 但是经常提醒你 就是什么不好 这就是笔挂最好的启示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物极必反这个道理 笔道也有穷尽的时候 因此团结一致 同心协力也需要适可而止 在一个众人亲笔追随的群体中 有反对的声音作为提醒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笔挂的大象中 也隐含着许多 对我们的人生事业的诸多提醒 那么他又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笔挂的大象 有一句话 也值得我们注意 大象说 地上有水 笔 笔这个挂 就是地上有水的象 先王以建万国 亲诸侯 我们历代的皇帝 看到笔挂 他就知道 我要统治这个国家 我要让一些有功劳的 有名望的人 我把他怎么样 分封涂地给他 让他替我分忧分劳 其实分忧分劳 才是诸侯真正的责任 可惜有些人 他刚开始被分封分喉的时候 他会非常高兴 非常感激 后来他野心越来越大 才造成很多叛逆的事件 我们以前所谓的国 跟现在国的概念 有点不一样 就是部落 一个部落 一个部落 刚开始也许叫做邦 后来也用国这个字 到真正现代化以后 我们这个国 我们才认为 全中国何为一国 那其他就变成省 就没有像以前说 这个国那个国 就不再用这个国这个字 以前中国 它是由万邦 一万个国家 然后慢慢变成几千个国家 然后变成几十个国家 最后统一成一个国家 我们是有很多很多 然后慢慢变成一个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懂得比划 我们看到地上有水 地上的水从哪里来 就从四方八面流过来的 那为什么会积在这里 就是这个地方的地是比较低 大家从这里就体会到 职位越高的人 你的姿态要摆得越低 你的姿态一低 大家都富过来了 你很省力 现在不是现在一升官 人好像就又长高了 然后再一升官 好像那个脸也不会笑了 然后就开始板脸给人看 那大家都跑掉了 就是你知道 你第一次一高水都跑掉了 你第一次一滴水都来了 就这么一个自然的现象 滴自态 我们中国人把它叫做 以大是小 你很大 但是你要让这个小的 感觉到你很亲切 所以叫亲民 不然什么叫亲民 你高高在上就好了 为什么要亲民 所以从一个家庭 到家公司 到一个国家 其实这个笔挂都讲得非常清楚 它下面是坑 上面是坎 就表示什么 表示真正危险的还是散眠 笔挂的大象告诉我们 身居高位的人降低姿态 也可以得到大家的亲赋 这就像水流在低处汇聚一样 通俗的讲就是平易近人 笔挂的大象是 昆下砍上 下面是土 上面是水 曾世强教授认为 真正的危险是在上面 这是什么道理呢 笔挂它下面是坑 上面是坎 表示真正危险的还是散眠 为什么呢 因为老百姓这个时候顺利 一段时间它可能不顺利 人心会变 这样各位才知道 我们中国有个很奇特的现象 就是每个新任的皇帝上来 他一定要提出他的新政 我主张怎么样 一个人皇帝当久了 当了几年以后 他各一段时间要提出一个 什么号召 这什么道理 真正了解中国人的人 都应该晓得 我们是有几万个部落 可能十几万也不一定 慢慢慢慢 这叫做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 那这里面就表示中华民族里面 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他每一种想法都有 这样的民族 我们说一句不客气的话 它是没有什么归宿感的 人家一个民族很小 然后自然生态很艰苦 你离开这个你就破不了 但有很强烈的归宿感 中国这么大 我这里跟不合 我跑到那边去 我到处跑 中国人只有依附感 他很难的产生归宿感 所谓依附感就是说 你对我好 我没有理由不对你好 你值得我拥抚 我一定全心配合你 但是如果你变了 或者我认为你 不值得我拥抚你说 我们就一句话就讲完了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我告老樊乡 我到山上去影机 我漂流海外 我埋名隐姓 这中国人 所以一段时间 他就要看看下面的响应怎么样 下面热烈的响应 那你就知道 你的背拥待性还是很高的 如果你讲了半天 下面好像没有听到什么 也没有什么反应 那这些我们要从这个壁挂的六个窑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上面有一个号召 下面应该怎么反应 谁先反应 谁怎么样 他对台一套的一个做法 你只有懂了意境 你才看得懂我们的历史 你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做 现在我们又面临一个崭新的格局 叫做地球村 地球村就是一句话叫做天涯若比林 要把天下那么大都好像是我们比林而极一样 可见这个比刀对现代化是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很可惜一般人 一想到这个现代化 就想到美国化 把现代化看成美国化 把美国化看成现代化 然后国际化 就是不要自己认同别人 那就算什么吧 这种观念上都不清楚 国际化 是见美国人说美国话 见日本人说日本话 见中国人还是要做中国话的 那不能什么叫国际化 如果为了国际化而使自己 什么都没有了 当然也很伟大 但是这种牺牲是不值得的 为了现代化 而灭掉自己的文化 你忍心吗 既然比刀这么重要 它有六个谣 到底它在讲什么 尤其现在 我们要地球村时候 更应该花点时间 好好的来认识一下 所以我们下一个单元 就要来好好的谈一谈 情投意合